司马光 霍刚就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宝 桂 砖 石墨墨 蛇灵楚 紫布雪 阿宝 这么大你做什么 我的耳朵都快被你震聋了 谁让你不理我们 叽叽咕噜的一直念 小胖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了 大熊 你跟他说 阿宝 我们想找你一块去玩捉迷藏 阿宝家的后花园好大好好玩 是啊 阿光 阿宝还在等我们 不 我不要去 我留在家里念书 你真是扫兴了 捉迷藏要人多才好玩 你不去 那多没意思 就是嘛 阿光去啦 不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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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川 阿光 拜多你去嘛 拜多你去嘛 去嘛 小胖 大熊 阿光 你们怎么还不去呢 害我等了好久 对不起 阿宝 让你久等了 都让阿光了 你看他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有办法 看我的 窦月山 有一方 教五子 阿宝一边说着 一边悄悄地绕到司马光的背后 趁司马光不注意的时候 把书给抢了过去 我的书还我啦 阿宝 还我啦 阿宝 还给我啦 大熊 书给你 接着 好 阿光 书在我这儿 过来拿 还给我嘛 好 你去找小胖拿 小胖 来 书给你 书还我啦 阿光 你都陪我们一起去捉迷藏嘛 玩一下子回来看书 就是嘛 陪我们玩一会儿嘛 我们就把书还给你 好不好嘛 阿光 好吧 来 我们来蜀枝蜀枝 被蜀道人就当欢来做我们 好 来蜀枝 小朋友 你们知道什么是蜀枝吗 蜀枝是从前孩子玩的一种游戏 和我们现在的猜拳是一样的 被数到的人就是猜拳猜输的人 蜀枝 蜀枝 最多五枝 我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三 五 六 五 六 怎么办呢,你也躲到哪里去呢? 对了,躲到鸡窝去 对不起啊,老母鸡,请我躲一下嘛 老母鸡,你别叫,别急嘛 我又不是来拿你的鸡蛋 你别捉我 我走开这事,你别捉我嘛 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 要数到一百了,我得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才行 躲,躲,躲 可以爬到树上去嘛 只要踩着这块石头,踏到大水缸的边边 两手就可以够到树枝爬到树上 对,躲到浓浓密密的树丛里 谁也说不到我 九七,九八,九九,一百 哎呀,他们今天怎么动作那么快啊 哎,连慢吞吞的小方都躲得不见绝领了 哎,那个花怎么摇那么厉害啊 现在又没有风,奇怪 哎,阿宝,我看到你了 你躲在花丛里,出来吧 哼,哼,要不是我一直想打喷嚏 你才找不到我呢 大雄,我找到你了 你躲在甲山后面 奥公,你怎么发现我的 谁叫你两只脚没有藏好 还在那边摇啊摇的 我一下就看到 现在只剩下小胖没有找到了 奇怪了,以前都是小胖先被找到的 这一次 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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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我现在在大水缸那边 是小胖啊,我们快去看 快去看,快去看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小胖掉到大水缸里去了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呀,我赶快把他救上来 会得淹死了 这个水缸呢,我们怎么救他呢 而且,刀又那么胖 谁拉得动啊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啊,救命啊,救命啊 怎么办,怎么办 阿光,你说怎么办啊 阿光,你说怎么办 我在想办法 哎呀,咬了 阿光,你搬那块大石头做什么 哎呀,你们两个躲开 我来救小胖 好 聪明的司马光 不慌不忙地搬起一块大石头 往水缸砸了过去 水缸发出一阵巨大的破裂声 里面的水哗啦啦的 连同小胖一块流出来了 小胖,小胖,小胖,你不要紧吧 你不要紧吧 阿光,谢谢你救了我 阿光,你好棒哦 是啊,阿光真聪明 怎么会想到用水桶砸破水缸呢 哎呀,水缸那么大 如果不赶快打破 让水流出来 小胖就会淹死在里面 所以只好打破水缸了 阿光,真是了不起 好了啦 你们别夸奖我了 我们还是先送小胖回家换衣服 免得着凉了 对 我们又再玩了 回家吧 小胖 我们送你回去 谢谢 谢谢 当时要不是聪明的司马光及时救出小胖 小胖可就要白白淹死了 小朋友 这故事告诉我们 和同伴在一起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万一发生了危险 也不要太慌乱 一定要赶紧动脑筋 想办法把危险应付过去 像司马光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消化